第一卷 云出天门 第一章 祥旭狐狸伴读书 东都赋 有云 四海之内 学校如邻 祥旭迎门 这句话说的是袁硕国的教育盛况 自元帝以来 袁硕国便在全国上下设立官学 乡野间的官学叫祥旭 县 道 义 侯的官学叫校 郡国的官学教学 东都的官学叫太学 求水静从硕方城来到天使园 路上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与东都赋中的记载并不相同 沿途乡镇的祥旭非但没有学生迎门 甚至可以说是门可罗雀 有些祥旭已经倒闭 祥旭中杂草丛生 野狐遍地 多生精怪 近三十年来 乡下人都往城里跑 乡下只剩下妇孺老幼 守着些博田度日 于是滋生了不少问题 求水静心中的乡村承载着他童年的美好 印象中的乡村山清水秀 人节地灵 而这次沿途所见却是一副礼崩乐坏道德瓦解的景象 别的不说 单单祥旭之教便出了很大的问题 乡镇的青壮都去了城里 剩下些老人孩子 有些钱财的夫妇往往会把孩子接到城里 送到官学里求学 剩下来的都是没钱的 父母在外务工 爷爷奶奶哪里能管得了那些孩子 留守在乡村里的孩子没有父母管教 非但不去祥旭中学习 甚至呼朋唤友 拉帮结派 横行相邻 往日学生迎门的乡间祥旭 现在能有三五个少年能够在里面求学便算是不错了 没有了世子 乡也祥旭便办不下去了 没有了祥旭 乡下的孩童便无处求学 于民便越来越多 乡下恐生乱象 到了无人区之后 更是让求水静连连摇头 不过 他此次来到天使园的目的 并非是为了到乡间体察民情 而是另有打算 水静先生 天色渐渐晚了 不如就在这祥旭中暂且落脚 吃些东西 等到天门出现的时候再做打算 求水静身后 一个世子出声道 求水静看了看落日 点了点头 与一众世子走入一处破败的祥旭之中 只见这里荆棘遍地 应该是废弃了有些年头了 几个世子收拾一番 正欲烧火做饭 突然只听着祥旭的内堂竟然隐隐约约传来读书声 求水静神情微动 抬手做出静声的动作 悄然起身 寻着读书声来到祥旭内堂 几个世子捏手捏脚跟在他的身后 只听读书声渐渐清洗起来 众人心中纳闷 这祥旭明明是荒废了有些年头了 而且四周是杳无人烟的无人区 怎么还有先生在这里交书遇人 祥旭里交书的 未必是人 求水静似乎猜出他们的心思 低声冷笑道 世子们心中凛然 向内堂看去 只见一只半人多高的黄皮老狐狸人立起来 左手持轿鞭 右手握书卷 正在堂上夺不来去 而堂下赫然是十几只狐狸 黄的 白的 红的 花的 各自正经微作 摇头晃脑 诵读经书 要挟作祟 开智慧 明示礼 开始诵读圣人文章 将来必定幻化成人 为祸世间甚至与人争夺天下 求水静心生杀鸡 正欲动手 突然目光一顿 心中的杀鸡渐渐淡了 只见那客堂上狐妖遍地 而狐妖群中竟然有一个黄山少年 也是正经微作 与狐狸们一起摇头晃脑 诵读文章 那少年十三四岁的年纪 眉清目秀 唇红齿白 很是认真的求学 这课堂上 除了这少年之外 没有一个是人 天使员名声凋敝 乡间详续崩坏 人不再教孩童 孩童也不再求学 反倒是狐妖教书育人 读书写字 求水静心中感慨万千 而且难得有一个好学的人 罢了罢了 就放过他们吧 这个少年 竟然在无人区与一众狐妖一起求学 也不害怕 真是古怪 他转身离开 世子们惊讶 连忙悄悄跟上他 来到详续的院落里 求水静不说话 世子们也不敢询问 过了片刻 忽听钟声传来 课堂里孩童们的欢叫声 嘲嚷声 喧嚷声 喧哗一片 众多狐妖一冲而出 吵吵闹闹 待看到院落里的众人 十几个狐妖 纷纷两条腿站在那里 瞪着眼睛张着嘴巴 不知所措 世子们纷纷向求水静看去 求水静微微一笑 不以为意 详绪中脚步声传来 一个略带稚气的声音道 花二哥 黎三哥 你们不要跑太快 等等我 世子们寻声看去 却是那个人类少年落后了一步 刚刚走出课堂 一个女世子看清了那少年的动作 嘀呼一声向旁边的世子道 她是个瞎子 其他世子细细打亮 各自恍然 那个少年双眸一片雪白 没有眼瞳 目不能视 果然是个瞎子 难怪 她会与狐妖一起上课 众人心中暗道 她目不能视 只能听到声音 误以为自己身边的都是人 却没想到 跟她一起求学读书的 都是妖魔 那少年虽然目不能视 耳朵却很灵敏 笑道 先生 先生 详续里来客人了 读 读 拐杖落地的声音传来 那个娇叔的黄皮老狐狸 拄着拐杖走出课堂 口中传来苍老的声音 贵客远道而来 有诗吟亚 恕罪 说吧 老狐面色一沉 向那些小狐狸道 下课了 天也晚了 你们赶快回家 小狐狸们急忙一混而散 秋水竟向那个瞎眼少年看去 却见那少年虽然眼盲 但却像能够清晰地看到四周一般 向他和世子们微微欠身见礼 随着那些狐狸离开这片破败的祥序 秋水竟略感惊讶 侧头看着那少年的背影 若有所思 他叫苏云 那黄皮老狐狸咳嗽一声 抬起手来 引领着秋水竟向内堂走去 道 天是原天门镇人 今年十三岁了 苏云七岁的时候 家里生了变故 眼睛不知何故瞎了 挺可怜的 不过他是个好学的孩子 一日到了我这里 听到了读书声便走不动路了 非要听讲 我见他好学 于是便让他留下了 秋水竟呕了一声 淡淡道 他是天门镇人 据我所知 天是原天门镇 早就没有活人了 不仅天门镇没有人 天门镇方圆百里也是无人区 黄皮老狐狸停下脚步 侧头看他 这狐狸露出微笑 胡须微微抖动 先生听到的多半是谣言 秋水竟打量内堂 只见正堂上挂着一幅画 画的是梅兰竹菊对应四君子 上面有题字 写着为人诗表四字 没有落款 不知是何人所画 那黄皮老狐狸来到画下 面对秋水竟正经危坐 将拐杖横在膝上 苏然道 城里来的先生还请留个全尸 秋水竟从画上收回目光 询问道 阁下如何称呼 老狐道 他们叫我野狐先生 城里来的先生如何称呼 求水竟 求水竟微微欠身 水竟带领门下学生路过宝地 舟车劳顿 借先生宝地落脚 还请通融 那老狐抬起头 惊讶地看着他 你不杀我想要除魔 子曰有教无类 不正是野狐先生所做的吗 求水竟肃然道 先生是妖 苏云是人 先生没有因为他不是同类而不教他 这正是老师的作为啊 而今乡也失序 教育难行 人尚且未必能够做到有教无类 更何况妖 因此野狐先生的作为才显得弥足珍贵 老狐松了口气 求水竟话风一转 道 不过我适才听野狐先生讲课 讲的是旧圣的经典 几千年前的老旧经学 旧圣的经典虽好 但已经不合时宜 跟不是二经的时代了 老狐吃了一惊 水竟先生何出此言 从前详统里教的不就是这些书吗 几千年来学的都是这些 从前是 几百年前甚至三十五年前也都是这些 但是现在 求水竟露出一丝苦涩 顿了顿 道 先生 时代变了 他又重复了一句 时代变了 嘿嘿 十股不画只会挨打 而经已经不是从前了 他摇了摇头 没有继续说下去 老狐颤巍巍地站起身 有些迷茫道 敢问水竟先生不教旧圣的经学 那么该教什么 先生说旧圣 难道二经有新圣不成 求水竟摇头 露出讥讽之色 新圣 当今世上没有新圣 或许有 但也不在袁硕国 他定了定神 没有心情继续说下去 道 相也详续跟不上时代 想学有用的东西 还是要去城里 靠旧圣经学只会挨打 学到的东西 也只是几千年前的东西 野狐先生 你虽然有教无类 但你继续教下去 也只是误人子弟 旧圣的东西 在城里活不下去的 老胡瞠目结舌 误人子弟 这话从何说起 旧圣的学问 已经没落到这种程度了 过了片刻 老胡向求水竟拱了拱手 化作一阵妖气 消失不见 求水竟脉不出堂 到了三更天 求水竟正在打坐假妹 突然精神一震 张开眼睛低声道 醒来 天门开了 详续中 一众世子都睡在地上 文言纷纷翻身而起 露出激动之色 灭篝火 求水竟吩咐一声 立刻有柿子把篝火熄灭 呼 求水竟纵身而起 跳到祥须屋顶 几个柿子吐起胡落 落在他的身边 夜晚的天使园各个村落没有任何灯火 与城市的灯红酒绿完全不同 只有天上的繁星与月牙点缀夜空 冷风萧瑟 求水竟低声道 开天眼 否则无法看到天门 他身后的柿子纷纷取出一片预制树叶 那树叶是眼眸形状 被它们贴在眉心 如同一枚树叶 开 一众世子纷纷低喝 只见它们眉心的预制树叶渐隐没到它们的肌肤之下 消失不见 一个世子眉心的皮肤下有东西滚动一下 然后皮肤向两旁裂开 露出一只咕噜噜转动的眼珠 其他世子的天眼也纷纷打开 各自四下张望 不由得一个个身躯大震 低呼道 天门真的开了 鬼市 鬼市也出现了 第二章 天门开 鬼市现 天是原荒野 一片黑暗 只能隐隐约约看到群山的轮廓 树林的阴影忽然一座荒坟之中 光芒如霞 透坟而出 那光芒化作树不清的文字 字大如斗 累累如壁 字坟肿内冲天起 飘渺缤纷 烂如锦绣 光芒上竹消汗 与星月争辉辉 那是大如之目 求水尽提点众人 道 大如生前颂念圣人文章 以经学制式 文章威严大义 烙印在性灵之中 化作性灵神通 其人死后 性灵不散 神通也不散 到了夜晚 便有华丽文章 字幕中而起 这文章 便是他们的性灵神通 那些世子纷纷张望 却见天使园的荒山野岭之间 一处处粉肿各色光芒绽放 一时间这暗夜中的天使园宛如白昼 明亮无比 当然 这是天眼所见 倘若是普通人 肉眼凡胎 是断然看不到这幅意象的 有些粉肿上空是锦绣文章 有的粉肿则是大佛座连台 神态肃穆 遍体豪光 威严广大 有的是玉宇琼楼 砖瓦叠加 雕梁画洞 斗拱象城 狼腰慢回 炎牙高拙 有的是花卉 树木 冰刃 器皿 还有的是神龙凤凰等神兽 又或者是山精水怪 妖魔鬼神 如此等等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这便是杏林神通所画的异象 万千粉肿上空的杏林神通 竟然组成了一片金碧辉煌的门户 从天是圆的乡野中拔地而起 立于高空之上 无数奇鬼文字自地面扑到空中 金灿灿一路扑到那门户前 宛如台阶 而在那门户后 则是一片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城市 仿佛天上神城令人仰指 世子们仰头 呆呆地看着天上的门户和城市 半赏回不过神来 一个女士子南南道 原来这就是天门葬身在这里的强者 用他们的信灵神通 组成了这座奇鬼的门户 另一个世子突然打个冷战 那么天门背后便是鬼市了 天门出 鬼关开 无数鬼怪出现在夜市上 其他世子脸色微变 默默地互看了一眼 人死如灯面 哪里有鬼 不过是宗教骗人的说辞罢了 球水尽目光锐利如剑 扫了他们一眼 山野村夫这么说 倒也罢了 你们都是在官学里求学多年的世子 也都修炼信灵 为何还如此迷信 他一袖一斗 一身正气凛然 所谓妖魔鬼怪 无非是人的信灵作祟 甚至所谓神奇 都是信灵所化 有些灵士修炼信灵 死后信灵不灭 依附于山野之中的禽兽身上 草木身上 于是就成了人们口中的妖魔鬼怪 一个世子道 水尽先生 我们傍晚时遇到的那只野狐 也是人的信灵所化吗 非但野狐先生是信灵所化 便是连那些小狐妖 也都是人的信灵 球水尽大袖飘飘 飞身从祥序上落下 向天门走去 道 他们的信灵太弱 萌昧无知 不能自我显化 只能依附在飞禽走兽身上 化作狐妖 因为懵懂 所以往往没有人性 只有兽性 兽性凶残 因此需要降妖 除掉它们 另一个世子道 倘若附着在草木上呢 球水尽道 那便是精 若是附着在器皿上 那便是怪 有一个世子好奇道 那么信灵若是附着在人身上呢 球水尽面色顿时尘下 森然道 那就是人魔 人魔致邪致恶 乃天下公敌 无论如何 也必须要除掉 说话之间 它们已经来到天门下那一道 由一个个斗大文字组成的长长阶梯前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字字接土光芒 隐约之间 似乎能够听到 古圣送念各自文章的声音 球水尽台步 走上这些文字组成的阶梯 一步步向天门走去 陈生道 到了天门 进入鬼市 便要遵循鬼市的规矩 不能肆意妄为 若是违反了鬼市的规矩 连我也未必能保住你们 明白吗 几个世子还是头一次 见到它如此严肃 心中凛然 你们听好 鬼市有三个规矩 第一个规矩 不许只是鬼神眼睛 球水尽竖竖起一根手指 倘若只是鬼神眼睛 在一息之内 自己挖掉双眼 捧在手心里 让鬼神收走你的眼睛 他竖起第二根手指 第二个规矩 不许讨价还价 倘若你看中了鬼神的宝物 那就上前低头询问 鬼神会要你完成他的遗愿 你自寸有本事完成 便答应下来 倘若自己没有这个本事 还贪恋鬼神的宝物 讨价还价的话 球水尽冷冰冰到 自己拔掉自己的舌头 听我的 你绝对不希望鬼市的鬼神 动手拔掉你的舌头 世子们连打几个冷战 球水尽自顾自道 第三个规矩 鸡叫便走 绝不能停留 倘若鸡叫了还没走呢 一个少年世子 忍不住问道 球水尽眼角跳动一下 迈不向前走去 鸡叫之后还没走 便会永远消失 我从未见过 有人能在天亮后 活着从鬼市里走出来 世子们额头冒着冷汗 心中坠坠 紧张地跟在球水尽后面 他们虽说是 朔方城大户人家的子弟 出身名门 但他们也都知道 这位先生非比寻常 即便是他们宗室的家长 组长对这位水尽先生 也是毕恭毕敬 朔方城的鸣门都知道 天士园的鬼市极为凶险 但听到是水尽先生 带他们前去 竟然都没有阻止 可见水尽先生 在鸣门世家心中的分量 不知不觉间 他们已经踩着 文字组成的台阶来到天上 寒风呼啸如同鬼哭 这高空阴冷 让众人遍体冰凉 众人漠然抬头 只见那天门已经在身边 朦朦胧胧 很不真实 仿佛云气组成 他们不知在何时 已经跨入天门之中 而在他们前方 正是鼎鼎有名的 天使猿鬼市 从下方往上看时 他们看到的是 金碧辉煌的神城 但真的来到高空之上 穿过天门 这金碧辉煌的神城 竟然变得鬼气森森 没有了半点光鲜亮丽 只剩下昏暗的街道 两旁阴气沉沉的宅子 还有街边漂浮的鬼火 以及那一个个 隐没在阴影里的鬼神 或者说 王者的姓灵 虽然明知道鬼神之说是假的 他们这些世子 修炼的也是姓灵 但真的来到这里 世子们还是不免坠坠不安 阴影里的鬼神的前方 便是一件件珠光宝气的宝物 这些宝物 也叫做名气 是坟墓里的东西 天使圆多大墓 这些墓葬里面藏有重宝 但是无人敢去盗墓 不过鬼神 就是那些墓葬的主人 他们取出自己墓葬里的宝物 便是近代有缘人 替自己完成 自己未曾完成的心愿 天使圆鬼市 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了 容易完成的心愿 早已被人完成了 剩下的鬼神心愿 都是无法完成的心愿 但自古财博动人心 更何况是鬼神的宝物 因此 历史上不知多少人进入鬼市 拿了鬼神的宝物 却无法完成鬼神的心愿 往往死于非命 极为凄惨 更有甚者 自存实力过人 聚众杀入鬼市企图夺宝 结果死无全尸 鲜血染红鬼市 徒增鬼市的凶名而已 我知道有一位大人物刚刚过世 就葬在天使园 这次来 除了带你们见识世面 还有一重意思 求水静带领他们 走在鬼市的街道上 两旁鬼火悠悠 应该是阴影里鬼神的眼睛 求水静继续道 那位大人物 生前有许多心愿 而经他过世了 心愿未了 你们或许可以得到 他的几件陪葬品 咦 求水静突然停步 他身后的柿子们 险些撞到他的身上 也连忙纷纷站定 求水静静一不定 呆呆地看着前方 世子们急忙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也不由呆住了 只见前方鬼市的街道上 一个少年正惊坐在街边 脸上挂着人畜无害的笑容 脚边摆着一个小摊位 摊位上 赫然摆着几件陪葬品 那个小瞎子 一个女世子失声低呼道 是祥序里的那个小瞎子 街边的少年 正是他们在祥序里碰到的 跟着野狐先生 和一群小狐妖 一起求学的少年 苏鱼 求水静压低嗓音 但难掩声音的厚重 街边的小瞎子 仿佛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侧头向他们看来 甜甜一笑 那是纯真无邪的笑容 第三章 黄中忌识 问天下春秋 求水静背后的那些柿子 心里毛毛的 那个叫苏鸣的少年 尽管笑容里充满了阳光 但是在这阴气沉沉的鬼市中 却显得倍加阴森 恐怖 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而且还是一个瞎子 竟然混在一群狐妖之中 跟着一头老狐上学读书 跟着狐妖上学倒也罢了 关键他又是怎么闯入天门 跑到鬼市里来的 要知道 这天门鬼市是矗立在高空之中 寻常人根本看不见天门的道路 更别提进入门后的鬼市了 一个小瞎子 是如何登上高空来到这里的 如果他是从天门进入鬼市 那么肯定无法瞒过 求水静等人的眼睛 倘若不是从天门进入鬼市 难道还有另一条路 可以进入鬼市 更为诡异的是 他居然与鬼市里的鬼神一样 也在鬼市中摆摊 难道说 他根本不是活人 倘若他是活人的话 鬼市里的鬼神 怎么会容忍 他在这个地方摆摊 然而 倘若他是死人的话 他又是怎么活生生地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世子们恨不得 把那个带着人畜 无害笑容的小家伙抓过来 把他研究透彻 就在此时 突然一个世子恍然大悟 师生道 我知道了 他是人魔 此言一出 即便是求水静 也不由得身躯一阵 人魔 性灵依附在人的身上 化作泯灭人性的魔 这个叫苏云的少年 先是与狐妖在一起求学 现在又出现在鬼市上 无论鬼神还是狐妖 都没有视他为异类 难道他真的是邪恶无比的人魔 求水静突然压低嗓音 天门鬼市 还有第四个规矩 管好自己 其他的事绝不要多问 有时候过问的事情太多 会死人的 世子们心中凛然 天门鬼市 应该没有第四个规矩 求水静是担心他们的安危 这才告诫他们 不要多管闲事 是城里来的先生吗 瞎眼少年笑着问道 是 求水静深深看了 那个叫苏云的少年一眼 道 他正了正 突然有一种 如是重负的感觉 他不是人魔 他看到了苏云的性灵神通 苏云性灵神通 很轻很淡 世子们的天眼无法察觉 求水静也须得细细查看 才能看到 苏云的神通很是古怪 像是一口不断旋转的大黄中 这口黄中与众不同 像是内部有不同的环扣在一起 环与环之间仿佛有着齿轮相连 上一层环的齿轮大 下一层环的齿轮小 这就导致下一层环的旋转速度 要比上一层环快许多 这口黄中的环 共有七层之多 第一层几乎静止不动 第二层旋转极为缓慢 第三层的旋转速度 比第二层快了十多倍 但是也很是缓慢 黄中的第四层 又比第三层快了十多倍 不过转速也并不快 到了第五层 转动速度便可以轻易察觉了 第六层的速度 是第五层的三四百倍 而第七层的转速 则是第六层的三四百倍 一眨眼的功夫 便可以旋转数十周 这是 求水尽惊讶万分 立刻猜出 素云的性灵神通的作用 它的黄中是用来计时的 第一层是年 第二层是月 第三层是日 第四层是时 第五层是字 第六层是秒 第七层是乎 它露出思索之色 它的目的我都清楚 它是戒皇中的一层层刻度 来计算自己走到了哪里 只是 等闲人根本不会用呼来计时 用秒来计时便已经足够了 双模无法事物的人 行走不便 需要有人迁行 或者以拐杖在前探索 而这个叫素云的少年 却没有用拐杖 也没有人为他引路 他之所以能够行动自如 是因为他熟知了四周的一切地理 仅仅是熟知地理还不行 他必须要有一个时间刻度 用时间和自己的行进速度 来判断自己到了哪个地方 他用呼来计时 表明他的每一个行动 都精确无比 在他熟悉的地方 他绝不可能走错 球水镜甚至想到更多 倘若皇中用来战斗的话 那么这个叫苏云的少年 他的每一个动作 必然都会无比准确 不会浪费半点力量 年纪轻轻便能修炼初性灵神通 修炼到运灵的境界 他的资质不凡 可惜是个瞎子 瞎子想要学东西 比其他人难了不知多少倍 球水镜暗叹一声 在他心中 苏云是个可造之才 甚至比他身后的 这些世子的资质都要好 但瞎了双眼 又意味着苏云的资质再好 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这口皇中如此精密 他是怎么修炼出 这等性灵神通的 球水镜心中又颇为好奇 如此复杂的皇中 精密至极 容不得半点差错 就算是朝廷掌管立法的官员 也未必能够修成这样的性灵神通 更何况一个孩子 他对这个叫做苏云的少年 越来越好奇了 苏云 天使元天门镇 13岁 7岁的时候 家里出了变故 7岁 也就是6年前 6年前天门镇 球水镜脸色微变 又看了苏云一眼 带着世子们 向鬼市深处走去 鬼市极大 曾经不少人 都试图寻找到鬼市的尽头 然而从未有人能在一夜之间 将这里探索一遍 球水镜此次也打算探索鬼市 不过见到了苏云之后 他便没有了这个心情 他寻到那个大人物的姓灵 让世子们各自前去 询问大人物的遗愿 球水镜在一旁默默地 听着大人物的姓灵 述说自己的遗愿 心中感慨万千 他认识这位大人物 非但认识 而且当年的交情匪浅 甚至可以称为挚友 后来两人因为一件小事 发现彼此理念不同 这才慢慢疏远 虽然理念不同 但他对这位大人物 没有怨对之言 心中只有尊重 因此才会带着世子们 前来完成大人物 未了的心愿 我此宝名叫服侍千华笔 乃我毕生所恋 取此宝只有一个要求 誓死报国 球水镜听到大人物的姓灵 说出这话 脸上露出笑容 心里却有些酸楚 自己这位挚友 即便是在死后 也放不下这个国家 他们两人都选择了救国的路 只是目的虽然相同 但实现的方式不同 因此是理念上的区别 导致了他们的分道扬镳 可是论这份报国救国的 泉泉之心 球水镜倒觉得 这位挚友更加纯粹一些 反观自己 中年时便已经消磨掉 一切进取之心 狼狈地离开东都 躲到朔芳这个地方 后方传来人声 球水镜收拾心情 转头看去 只见鬼市又来了其他人 陆陆续续有几十人 应该是天门开始 朔芳的豪强 也派人前来碰碰运气 至于天势员 因为那场变故 已经没有豪强施加了 到了下半夜 世子们都有所收获 球水镜便命他们先行一步 离开鬼市 吩咐道 你们前往天使园艺站 先走一步回朔芳城 我可能会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 世子们离去 球水镜目送他们走远 这才返回天门 回到鬼市 他远远站定 注视着那个名叫苏云的少年 苏云毫无察觉 他所卖的那些器物 都是来自于坟墓中的名气 不过相比鬼神的宝物 他的器物都是寻常东西 称不上宝物 没有什么用 来到鬼市寻宝的人 经过他的摊位 也仅仅是打亮一眼 便镜子离开 夜 越来越深 鬼市中渐渐没有了人 苏云开始收拾东西 把自己的摊位卷起 装在篓子里 背在身后 向鬼市深处走去 球水镜悄然无息地 跟上这个少年 不知不觉间 他们已经来到鬼市的深处 鬼市从地面往上看 是一片金碧辉煌的神城 广袤无比 看不到尽头 走在鬼市中 越深入其中 四周的建筑 便越是暗淡 没有颜色 他们脚下也越来越软 像是走在云雾之上 即便是球水镜也迟疑起来 鬼市太大 继续跟着这个少年前进的话 万一没有时间折返回来 自己岂不是要葬身在鬼市之中 他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苏云停顿下来 这个小瞎子 没有沿着街道继续走下去 而是走入了左侧的杭道 球水镜挑了挑眉梦 杭道是鬼市中最危险的地方 那里有一些古老时代 遗留下的不可思议的东西 无法解释的东西 更为关键的是 杭道七弯八管 路径复杂 像是迷宫 还从未有人 能够从里面走出来 球水镜迟疑一下 咬了咬牙 迈不跟着那小瞎子 走入杭道之中 道路两旁的房屋 也渐渐变得不像是房屋 反而越来越像是坟种 再加上夜色 坟种与黑夜融为一体 只能隐隐看到轮廓 阴风呼啸 伴随着鬼神的哭嚎 四周越来越吓人 前方 小瞎子苏云 看不到四周的情形 只是依照自己的脚步 和黄中的转动 来辨识自己所处的方位和路径 他显然来过这里 而且不止一次 轻车熟路地往前走 没有半点失忆 只有苏云这等恋久 黄中的瞎子 才能记得住 如此复杂的地形 球水镜心中暗精 鬼市内部的路径 无比复杂 充满了不知多少岔道 而且每个岔道 近乎完全一样 眼睛很容易被蒙蔽 也只有苏云 才能在鬼市中 摸索出一条道路来 忽然 苏云停在一座荒坟前的 大柳树下 球水镜心头微动 只见那瞎眼少年 双手抓住一根柳枝 向下一挡 竟然顺着柳枝 一路滑下 很快消失无踪 不是柳枝 是神仙索 球水镜心中一惊 急忙上前 向下看去 只见柳树下 竟然是一个洞口 二尺剑方 黑油有一片 有阴风从洞口中传来 而刚才苏云抓着的柳枝 竟然迎风而长 让这少年拽着柳枝 一路深入洞中 仔细看去 那柳枝 是一条鸡蛋粗细的麻绳 正是球水镜所说的神仙索 球水镜迟疑一下 猛地咬牙 也伸手抓住麻绳 向洞中滑去 如此滑行不过六七尺 突然他身下一空 球水镜抓紧绳索低头看去 只见他抓着麻绳 高悬在高空之中 麻绳随风摇曳 他也在风中摇晃不定 他抬头看去 只见头顶便是鬼市 麻绳正是从那个洞口中垂下来 这神仙索 是一位强者的性灵神通 他放下心来 顺着柳枝向下滑落 心中又有些好奇 神仙索显然是给苏云 这个少年准备的 那么到底是谁为他准备的 他颇为不解 而且那口黄中 也不是野狐先生 能够交出来的 苏云身上 肯定有什么秘密 球水镜顺着高空 一路向下滑去 过了两久 这才脚踏实地 他仰头看去 不由一正 只见自己 站在一株歪脖子柳树下 树高不过两丈 歪脖子树干上 挂着一根绳索 而在树下 还有一座荒坟 刚才 他正是抓着这根绳索 从高空滑落下来 这根麻绳 就是那根神仙索 这株柳树 就是拴着神仙索的 那株坟头柳树 我明明一路滑下来几里地 为何落地后 才不过两丈 球水镜 额头冒出根根青筋 苏云是个瞎子 看不到这种诡异情况 所以从来不去想 如此古怪的问题 但是他能够看到 反而被这些古怪事情滋扰 乱了心神 目不能是 或许不是弱点 也有可能成为优势 球水镜 查看树下荒坟 只见荒坟的墓碑 已经倒浮下来 显然多年无人打理 荒坟里埋着的人 一定是位大人物 神仙索应该就是他的灵兵 他为何照顾 苏云这个小瞎子 东方已经渐渐泛白 黑夜将去 那个叫苏云的少年 背着篓子走在前面 前方迷雾泛起 迷雾中 处立着一座巨大的牌坊 有五个门户 雕龙刻缝 很是华丽 然而 这座牌坊已经破败 年久失修 仿佛随时都会倒下来 球水镜跟着少年 走到镜前抬头看去 借着黎明前的微光 牌坊上三个古朴的红字 映入他的眼帘 天门镇 这便是鼎鼎有名的天门 传说是能功巧匠 仿照天门鬼式的 天门雕琢而成的 球水镜刚刚想到这里 忽然 一股凉凉的海风 吹散了天门后的雾气 建在北海海岸的 悬崖峭壁之上的天门镇 宛如海上的城市 就这样出现在他的面前 第四章 北海中断天门开 天门镇 球水镜心神晃动 难以自持 雾气散去 天门镇仿佛 是从鬼域中 回到现实一般 雾气散去之时 镇上的建筑是黑白二色 但渐渐的 有了其他色彩 球水镜的眼角 剧烈抖动一下 即便他拥有天眼 也看不出这种色彩变化 到底是真的存在 亦或是有人用法力 强加在他视觉上的幻觉 天门镇空无一人 除了海风声浪涛声 便是苏云的脚步声 这座城镇 是一座空镇 除了他们之外 没有其他人 过了片刻 球水镜才稳住心神 打算跟上苏云 传说 天门镇的房屋 也是仿照天门鬼式的 那些院落打造而成的 他心中暗道 据说原本居住在 天门镇的人 都大有来头 有个传闻说 他们都是奉大帝之命 来到这里 研究天门鬼式 借此寻找长生之庙 就在此时 天空突然晃动起来 海面上有阳光洞照 照向天上的鬼式 天空中 天门鬼式像是 风吹大幕一般剧烈晃动 在阳光的风暴中消失 神秘的鬼式 就这样变得无影无踪 不知哪里去了 球水镜张开天眼 只见天空中 各种瑰丽光芒 坠向天使圆荒园上的 一座座大幕之中 消失不见 刷 百十多道光芒 从天而降 竟然落在天门镇的 牌坊后面 化作一个个鲜活的身影 出现在这原本 空气无人的街道上 他们来来往往 相互招呼 很是热闹 球水镜心中微动 天门镇早已没有活人了 这些只是 显化的姓名罢了 苏云走到一座大宅前 仿佛能够看到 大宅前扫地的老人 攻身道 驱驳早 那老人停下手中的扫帚 温和道 鱼儿感激回来了 天不早了 早点休息 说吧 那老人瞥了球水镜一眼 没有理会 球水镜眉心天眼转动 从她的天眼看去 这老人身后的大宅 再不断崩塌 不断重构 苏云继续向前走 来到另一座宅底前 攻身道 罗大娘早 好孩子回来了 妇人站在门前 正忙着扬道鼓 慈眉善目地笑道 早点回家 吃点东西歇一歇 别忘记明天的课 球水镜向罗府看去 那宅底也在 不断崩塌重构之中 一边无声无息地破碎 一边无声无息地重走 苏云走在天门镇中 仿佛不知道 这里除了她之外 没有一个活人 向镇上的人打着招呼 法尔杰早 徐大叔早 乐奶奶早 球水镜看着这一幕 心中生出荒诞离奇的感觉 这一幕让她恍惚间 以为天门镇还在 以为镇上的人都还活着 可惜 他们都是死人 已经死了六年了 苏云来到一座宅院前 推门进去 过了片刻 里面升起鸟鸟吹烟 球水镜站在这片 破败的宅院前 只见瞎眼少年 正在忙碌着 给自己做早饭 她回头看去 天门镇中人来人往 极为热闹 与寻常的小镇并无区别 她不知道 自己是这里唯一一个人类 球水镜心中暗道 她一直以为 镇上的人都还活着 而镇上的这些性灵 也在瞒着她 她站在院外 静静地看着 正在吃早饭的少年 心中默默道 野狐先生说的没错 天门镇还有活人 可惜的是 只剩下一个活人 而且还是个孩子 那件怪事 发生在六年前 那么 她的眼睛 应该也是在六年前的 怪事中瞎掉的 那时的她 还是个不经时的孩子 苏云吃罢早饭 收拾一下碗碟 回到房中 努力回忆野狐先生 讲解的功课 又休息一番 这才睡下 她忙了一宿 虽然没有赚到什么钱 但也着实疲惫 没多久 她便沉沉睡去 太阳升起 明媚的阳光来到天门镇 便显得有了几分阴郁 被小镇上空的阴霾挡住 求水镜站在院外 只见苏云的漏视之中 那口黄中 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人在睡着的时候 心底如明镜一尘不染 这时候信灵神通 便会清晰地折射出来 比白天时 更加清晰强大 求水镜凝目看去 只见黄中 最底层旋转不停 而在中下 则是一个两寸高的人 正经微坐 呼吸吐纳 那正是苏云的信灵 黄中是信灵所念 幻化而成 求水镜默默地看了两久 发现苏云的信灵 修炼的 只是最为基础的 夫子氧气篇 夫子氧气篇 只是单纯的氧气 调养元气 并没有关于 如何修成信灵神通的内容 那么 苏云是从哪里学来的 信灵神通 还有一个可能 求水镜目光闪动 行道 那就是 他自己在脑海中 幻想出一口黄中 用来计时 如此心心念念 幻想不断 甚至到了夜晚 他的信灵 也在幻想这口黄中 久而久之 幻想变成了观想 从而修成了信灵 倘若是这样的话 他的资质 未免太好了一些 他有些迟疑 临时修炼 极少有人 能够在没有明师教导的情况下 靠自我摸索 修成信灵神通的 苏云能够做到 表明他的资质极佳 这样的人 被埋没在乡野里 与野狐为伍 着实是浪费了这身资质 但苏云又偏偏是个瞎子 想要教诲他复杂的修炼知识 只怕会极为困难 而且 苏云即便学会了 成为灵士 他目不能视 也无处 发挥自己的本领 是个好苗子 终究还是可惜了 球水竟暗叹一声 收回目光 行走在天门镇中 细细查看那些 有鬼神隐匿的宅邸 观察这些宅邸的主人 天门镇弥漫着 若有若无的雾气 六年的时间 让这个小镇 远不像表面 看起来那么光鲜 它能看破天门镇的本质 对于六年前的那场怪事 球水竟也有所耳闻 据说六年前的某一天 天使圆天生异象 另一个世界突然出现 笼罩北海 那是一个无比壮美的世界 如诗如画 天空如同圆穷 仿佛动中天 似有神仙宫殿 漂浮在天空中 引人遐想 有传闻说 那是仙人的世界 长生者的世界 从那个世界传来的引力 让北海的海水倒流 海面上出现一道 粗达三十余里的水柱 水柱长达数万里 连通那个世界 形成连接两个世界的通道 天使园附近的高手 纷纷向北海赶去 试图进入那个 洞天世界之中 而他们落脚的地方 便是天门镇 有一天的夜里 北海上空突然电闪雷鸣 雷声响了一宿 到了第二天 有大水从天而降 让海面暴涨 海啸冲上海岸数十里 将天使园 不知多少百姓 淹死在滔滔洪水之中 第二天 幸存下来的人们这才发现 并天世界也消失无踪 连接两个世界的海水桥梁 也消失不见 人们寻到洪水中心的天门镇 古怪的是 天门镇所有人 包括那些袁朔伯的高手 竟然统统肉身消失 只留下姓灵 自那之后 天门镇便成为了一个不祥之地 人际罕至 甚至有时候主动来寻找 也未必能找到这个地方 至于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便无人知晓了 球水竟听过这个传闻 他一直以为 天门镇所有人都葬身 在那场变故之中 没想到 有人活了下来 那时的苏云太小了 估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心中默默道 这庄迷案还是一个谜 无从破解 苏云醒来之后 整理被褥 梳洗一番 又莫做温习功课 确认自己没有忘记 这才前去做饭 他收拾妥当 推开柴飞 走出宅院 转身掩上柴门 就在这时 他身后传来一个浑厚而温润的声音 云小友 我能看一下你的眼睛吗 苏云听出这个声音 转过身来 茫然地张开眼睛 侧头道 是城里来的先生 求水静走到他面前 低头细细查看他的眼眸 道 不错 是我 我叫求水静 你可以叫我水静先生 苏云好奇道 水静先生来到这里多久了 我没有听到先生的脚步声 四的时辗 你在睡觉 我便等在外面 求水静瞳孔微缩 发现了苏云眼中的端倪 只见苏云的双眼 并非完全没有眼瞳 而是他的眼瞳仿佛受到强光刺激 聚集到一个无比纤细的小点 而且这个小点也被堵住 导致没有光线映入眼瞳 求水静目力强大 但也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他的双眼眼瞳中 各有一道细微无比的寒芒 有如真芒 求水静心跳漏了半拍 忽然抬起手指 轻轻在他眼前撵了撵 刷 苏云眼中有明亮无比的光芒 从瞳孔映照出来 求水静眼前一片雪白 过了片刻才恢复视力 只见一片光幕从苏云的眼中照射出来 投在天门镇的天空中 求水静转过身来 仰头看去 他看到波光零零的北海 海面上有一道粗大无比的水柱 在水柱上 竟然还有着许多船只 扬帆起航 向天上驶去 水柱的尽头 则是另一个世界 那个所谓的长生者居住的洞天世界 不过 变故应该发生在夜里 那么 是什么让夜空变得如此明亮 求水静看向光源 天空中漂浮着一口 处于飞行状态的剑 从另一个世界飞出的剑 剑长五十尺 宽九尺 闪烁着绚丽无比的光芒 拖着长达树里的光焰 而这口长剑的下方 正是天门镇 第五章 八门朝天雀 这口剑 难道就是天门镇灭亡的原因 求水静心头一颤 仿佛时间凝固在苏云的眼眸中 将天门镇毁灭前的那一幕 烙印了下来 然而事实却是 那时的苏云 只是一个生活在天门镇的孩童 恰恰抬头 看向那口剑 将这一幕烙印在她的眼眸中 而代价就是 她的双眼承受不住 那口仙剑的锋芒和威力 变成了瞎子 她的瞳孔被强烈的光芒压缩到极致 仙剑的烙印 就这样堵在她的瞳孔之中 让她无法看到任何东西 这恐怕就是野狐先生所说的变故 水静先生 苏云久久没有听到求水静的声音 疑惑地问道 求水静定了定神 道 我在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还是难以压制住心头的震撼 传说中的洞天事件 竟然真的存在 这岂不是说 长生不死的仙人也存在 她的目光继续扫尸 突然又有所发现 只见那口仙剑下方的天门阵 与现在的天门阵有所不同 天门阵中有八面雀 每一面雀都极尽精美 上面雕毁各种神兽异兽 宛如性灵神通攀附在雀上 朝天雀 求水静眼角跳动一下 对照着八面朝天雀 和天门排放的方位 心跳顿时变快 这八面朝天雀与天门 形成一个奇特的阵势 定居在天门阵的高手 研究天门鬼市 已经有所成就 这栋天长生世界 是他们 是他们 他脸色阴晴不定 猛地震住心神 确定自己的猜测 是他们自己打通的 他终于理顺了 这里面的关系 元朔国的大帝 命国中高手来到此地 研究天门鬼市 企图寻找出天门鬼市的秘密 从而满足大帝 长生不死的愿望 这些民宿来到了天门阵 与天门阵的阵民生活在一起 这些阵民之中 就有苏云一家 这些高手改造天门阵 把天门阵原来的房子拆掉 仿照了天门鬼市 重建天门阵 他们的研究也有了突破 这突破便集中在八面朝天雀上 他们以各自的性灵神通 加持在朝天雀上 一天夜里 他们终于打通了 另一个世界的门户 将两个世界连通起来 而之后的变故 便超出了他们的预计 他们试图进入那个世界 结果遇到了那个世界的抵抗 一口仙剑从那个世界中飞出 将他们斩杀 同时杀死了天门阵所有人 而连接两个世界的水柱 从天而降 造成了北海的海啸 让天使员死伤惨重 天门阵四周方圆百里 变成了妖魔四行的无人区 是天门阵的强者 造成了这场灾变 不过 苏云为何没有死 求水经大祸不解 天门阵所有高手都死了 无论人畜 悉数消失 只有高手留下了性灵 为何苏云这个普普通通的孩童 没有死在这场变故中 或许是天门阵的强者 觉得连累了这个无辜的孩子 因此在灾变中保全了他 求水静心道 天门阵灾变过后 他们也因此对这个孩子多加照顾 这或许是一个解释 但不能让求水静满意 还有一点让他想不通 那就是 天门阵的高手 倘若是被仙剑所杀 那么他们的性灵 应该更容易被斩杀 性灵是依附于肉身的 更加脆弱 古怪的是 天门阵的高手们 性灵却保留下来 他们的肉身却不翼而飞 不可能所有人的肉身都被消灭 性灵却保全下来 这说明 我的猜测并非全对 当年肯定还发生了其他 让我意想不到的变故 求水静目光闪动 天门阵的谜团并未全部解开 还有那八面朝天阵的下落 也是一个谜 它环顾四周 天门阵的建筑都还在 甚至包括天门 也未曾毁在灾变之中 唯独那八面打通 另一个世界门户的朝天阵消失了 到底是谁取走了八面朝天阵 要么是东都的大地 要么就是有人糊口多食 有趣 求水静微微一笑 散去法力 那仙剑的投影 又再度回到苏云的眼中 你并非真的瞎了 而是有义务堵住了眼瞳 求水静微笑道 只要化去堵在你眼瞳中的义务 或者让它离开你的眼瞳 双眼便可以恢复 苏云激动起来 随即又黯然 她该怎么化去眼中的义务 她这几年来听镇里人的话 在集市上摆摊 期望有人能看上她的宝物 为她治疗双眼 可是 显然她的宝物 不是真正的宝物 从未有人动心过 我拿不出这么多钱 苏云涅如道 求水静笑了起来 我也没说 由我来治愈你的双眼 苏云低头 抿了抿嘴唇 这是个有些倔强的少年 不愿意求人 求水静笑道 我只是传授你 治疗你的眼睛的办法 治愈你的双眼 那是你的事情 与我无关 你治疗自己的眼睛 还需要给自己钱吗 苏云惊讶地抬起头来 不过 我并非是学校详续中的 官学老师 而是私学里的先生 给贵州公子补课的 私学先生 求水静笑道 所以 学费还是要收你的 你给我一枚五珠钱 我便教你 五珠钱是元硕国最小的钱 一枚钱中五珠 因此叫五珠钱 苏云脸色胀红 守在绣筒里摸索了半赏 始终没有掏出来 求水静疑惑 你不会连一枚五珠钱 也没有吧 苏云羞愧地点头 连忙道 先生 我的那些宝贝 求水静哭笑不得 苏云的那些宝贝 其实是平民的陪葬品 一文不值 求水静是个脾气古怪的人 有着自己的原则 他一直认为 知识是有价格的 自己可以教苏云 如何治疗眼疾 但苏云一定要有付出 不能白给 当然 他交给苏云的东西 远不止一枚五珠钱 之所以一定要收一枚钱 正是他的原则作祟 他也是因为这种脾性 所以才再东都混不下去 只得词官离开那个是非地 先生稍后 苏云连忙道 我去寻夜胡先生 借一枚钱 求水静哈哈大笑 笑声震散天门阵的阴霾 让阳光照落下来 恰恰照在苏云的宅院上 我随你一起去 传授你之后 我便回朔方了 苏云在前面带路 求水静又看到黄中浮现了出来 不断旋转即时 心中微动 道 苏云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苏云微微一正 求水静道 我的意思是 你双目失明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 少年继续前行 走出天门阵 道 我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我只记得当时 我睡了一觉 睡醒之后 便发现自己 被关在一个狭小的房子里 我就拼命地瞧 是层伯打开房门 把我放了出来 层伯 就是住在柳树下的层伯 苏云抬手指去 求水静又看到了 那猪歪脖子柳树 柳树下没有人 也没有房屋 只有一座荒坟 存伯就住在我家旁边 是个古怪的人 不喜欢与人说话 他告诉我 我家被毁了 让我搬到这里去住 于是我就住到了镇里 镇里的书伯都很照顾我 求水静听到这里 四下张望 你原来的家在哪 苏云抬手一指 求水静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只看到 一个小小的坟墓 一口已经腐烂破败的小棺材 求水静沉没下来 这个少年那十六七岁 昏死之中 被人当成死人 装入棺材里埋了起来 他醒来之后 应该是在夜里敲打棺材 惊动了不远处 歪脖子柳树下的坟墓中的姓灵 也就是岑伯 岑伯将他从坟墓中救了出来 并且指点他去镇上居住 苏云双眼已盲 根本不知道跟自己说话的不是人 更不知道自己所居住的天门镇 只有他一个活人 第六章 无人区的居民们 求水静看向苏云 目光中充满了怜悯 他并不知道 自己曾经死过一次 想来在他的心中 此时的天门镇 应该还是六年前的模样吧 求水静甚至觉得 治愈苏云的双眼 对这个少年来说 显得有些残忍了 他的眼睛被治愈之后 便会发现天门镇的真相 也会发现野狐先生 和同学少年的真相 这对他来说 应该是个很大的打击 不过 这也会让少年成长 他的双眼中 烙印着八面朝天雀的细节 这世间 恐怕只有夺走朝天雀的那人和苏云 才知道朝天雀的奥秘 只有他们 才知道如何开启天门 求水静心中默默道 而且 他的眼中还烙印着 仙剑摧毁天门镇的那一幕 倘若他能炼化眼中的烙印 他的成长速度 一定极为惊人 先生当心 胡秋村不太好走 路上有些危险的地方 苏云在前面带路 这个少年眼忙心不忙 轻车熟路地走在前方 似乎比正常人的眼力还要好 能够准确地避开任何障碍 第一个危险的地方 便是前面的蛇剑 那里有一条大蛇 凶得很 华尔哥叫他全村吃饭蛇 求水静听到这里 不由正而正 全村吃饭蛇 是的呢 上次华尔哥的堂哥 不留神跑到了蛇剑 被那条大蛇咬了一口 野狐先生好不容易把他抢回来 没有被大蛇吃掉 然而还没回到家 堂哥身子就硬了 后来胡秋村办丧事 喇叭唆吹得可欢了 全村都去吃饭 华尔哥他们 就叫那条蛇全村吃饭蛇 正说着 他们来到了蛇剑 求水静听到嗦嗦的声音 寻声看去 只见水静中的胶石上 盘着一条黑色大蛇 身上的鳞片 黑的泛着金属光泽 那大蛇正在仰头 对着太阳吸气呼气 一吸一呼间 气息极为悠长 求水静和苏云 走出几十丈远近 他才完成一次呼吸 他呼吸的时候 身上的每一个黑色鳞片 像是活了过来一般 围绕着身体旋转 吸气时正向转动 呼气时逆向转动 一个强者的姓灵 其人死后 姓灵依附在黑蛇身上 化作了蛇妖 求水静盯着那条蛇 那条蛇也在盯着它 但是并没有主动招惹它们 任由它们走出蛇剑 这条蛇妖的氧气功夫 极为强大 已经开始夺日月精华 修炼身躯 它的身体练得极为坚硬 修炼的应该是一门 结合练气和练体的玄弓 求水静皱了皱眉头 蛇妖又有剧毒 又修炼了练气练体的玄弓 应该是处在化蛇龙的边缘 理当尽早除掉 否则 等到它化作蛇龙 等闲之辈根本不是它的对手 先生放心 那条蛇是有地盘的 只要不走进它的地盘就没事 素云走在前面 道 过了蛇剑 就是黄土岭的黄村了 黄村的小子坏得很 经常和胡秋村的打架 咱们走快一点 上次花儿哥拉着 我和黄村的坏小子们打架 把他们打惨了 这些家伙记仇 求水静收了杀心 野狐先生有教无类 这蛇妖也未必就是坏的 布尖珠 则刑罚而邪不胜 于事无补 前面便是黄土岭望 苏云依旧很是从容 道 先生当心 求水静看去 只见约末半里地处 有一片黄土坟 坟中很大 长四五十丈 宽也有四五十丈 高有十多丈 墓前还有灵兽石雕 分裂在神道两旁 鬼神性灵行走的道路 叫做神道 不过这座大墓 已经千疮百孔 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洞口 洞口直径不到两尺 每个洞口都占着一只 或者树枝黄鼠狼 那些黄鼠狼像人一样 站在洞口中 翘手向他们张望 还有的母黄鼠狼 怀中抱着两三只小崽子 小崽子毛茸茸的 在母亲怀里 探头探毛 苏家的小坏蛋 突然一只黄鼠狼 看到苏云 发出尖叫声 他帮胡秋村的坏蛋 把三姑家的牙姐打哭了 牙打断了两根 揍他 呼 无数小石头 粪蛋子从黄土坟上飞了起来 黑压压一片 那些黄鼠狼 奋力扔出石子和粪蛋子 向苏云砸去 但苏云似乎早已习惯了这一幕 信手从身后的篓子里 取出加厚的油纸伞 把伞撑开 粪石落如雨 打得油纸伞砰砰作响 过了片刻 苏云抖了抖油纸伞 收了起来 把伞又放回篓子里 侧头道 先生没事吧 球水尽道 我没事 那些小石头和粪蛋子 还未来到他的身边 便纷纷悬停在空中 没有半点落在他的身上 黄村的老黄鼠狼 制止小黄鼠狼们免得招惹强敌 那些小黄鼠狼们 已经跑到苏云二人的不远处 一个个转过身 抬起尾巴 露出屁股 准备放毒烟 被老黄鼠狼制止 颇有些不甘 球水竟瞥了一眼 心道 这些黄鼠狼数量极多 倘若骇人 他微微皱眉 又想起了野狐先生 按那下杀星 天门镇四周人际罕志 估计除了苏云之外 没有活人了 这些妖 哪里有机会作恶 他心中有些无奈 自己顽固一辈子 没想到人到中年 却被一只老狐狸教育 明白了有教无类 不教而诛 何教而不诛的道理 这世间的是非与趋直 原本便不像黑与白那么分明 他心中感慨道 终于 他们来到了胡秋村 苏云露出笑容 呼喊道 野狐先生 华二哥 黎三哥 我和水静先生来看你们了 球水静微微皱眉 突然抓住他的手 示意他停下 谨慎地盯着前方小小的村落 胡秋村是一座不大的村落 有着几十栋房屋 但每一栋房屋都很小 高不过四五尺 方圆不过两丈 像是小矮人居住的房屋 这村落是建在一片小土丘上 树木成荫 每株树下有三五栋房子 不过 此刻胡秋村一片狼藉 不少屋舍被掀翻 球水静皱眉 又看到几具狐妖的尸体 苏云也嗅到空中的血腥味 心中有些慌乱 球水静的声音传来 你目不能视 倘若心乱了 方位也就乱了 失去了方向感 你在天使园活不了多久 苏云竭力稳住心神 然而黄中还是乱了片刻 球水静等他心境恢复 这才带着他走出第一步 苏云迈出了这一步 又回到先前的从容的神态 这是球水静最欣赏他的地方 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小瞎子 必须有一个无比强大的心灵 才能在天使园这妖魔横行之地 生存下去 小瞎子苏云 已经独自生存了六年时间 他有一种天塌不惊的气魄 苏云面色淡然 走入狐秋村 脚下触碰到倒塌的房屋 于是蹲下身子 在废墟中摸索 球水静看着他 没有帮忙 过了片刻 苏云摸索到一具尸体 出乎他预料的是 他摸索到的并非是人的尸体 而是狐狸的尸体 他默默地坐在那里 没有像普通的少年那样 大呼小叫 过了两久 苏云颤微微地站起身来 继续在一栋栋倒塌的房屋的废墟中摸索 许久之后 少年将几十只狐狸的尸体 从废墟中抱出来 放在地上 仰头道 水静先生 哪位是野狐先生 球水静牵着他的手 放在一只老狐狸身上 苏云手掌轻轻摸着那老狐的脸 沉默了半嗓 色声道 我不知道野狐先生是一只狐狸 但他很好 教我读书写字 我眼睛瞎了 脑子笨得很 他特别有耐心 他坐在地上 正正出神 我一直以为他们都是人 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花二哥十四岁了 黎三哥比他小了两个月 邱小妹年纪最小 才六岁 球水静四下查看交手的痕迹 道 应该是昨晚天门鬼市的那些人做的 先生 我记得那些人的声音 球水静回头看去 只见苏云的面容无比平静 平静得有些可怕 第七章 红炉善变 造化为公 他们每一个人 经过我身边时说的话 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苏云的语气也无比平静 我眼睛瞎了之后 便只能靠声音来认人 如果再次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一定会认出他们 这时 远处的山林中 传来稀稀苏苏的声音 几只头脸血迹斑斑的狐狸 在树下探头探脑 小 小云 一只狐狸远远呼唤 有些畏惧地看了看球水静 经过了昨晚的屠杀事件 这些不怕人的小狐狸 变得有些怕人了 苏云露出喜色 站起身来 华二哥 你还活着 那是一只毛发黑黄相间的狐狸 从树下钻出来 身后带着几个小狐狸 小狐狸们牵着前面的伙伴的尾巴 带着恐惧走了过来 为首的花狐 又带着畏惧 看了看球水静 确认不是残杀湖秋村的人 这才大着胆子 带着仅存的三只小狐走近 苏云站在那里 让花狐和三只小狐 心里顿觉安定 这个少年像是他们的主心骨 给他们一种可以依靠的感觉 这种感觉并非是没来由的 而是六七年的相处 苏云那种从容不迫的气质气度 带来的影响 早上来的些城里人 说是在鬼市里没有讨到好 便来降妖除魔 先生和他们理论 人家不理 只说我们会害人 苏云静静听着 问道 二哥还记得他们的面容吗 花狐摇头 羞愧道 我带着弟弟妹妹逃跑 没有来得及看清他们的脸 我只记得 其中一个人很是清秀 年纪不大 一身红火衣裳 身后突然就真的冒出火来 火里面有神鸟飞出来 苏云记下这个特征 转过身来拜道 水静先生的话 还作数吗 求水静看着匍匐在地的少年 过了片刻 方才道 我说话自然作数 不过 你有钱吗 苏云站起身来 摊开手掌 手心里是几枚染血的五珠钱 应该是他刚才收尸时 在废墟里寻到的 求水静从他手心里 捏起一枚五珠钱 却在此时 苏云把其他五珠钱 都塞点了他 求水静挣了挣 疑惑地看着他 苏云仰头 野狐先生教我六年 不以我示人而驱逐我 恳请先生 不因他们示活 驱逐他们 求水静思索 啊 野狐先生教你 收你的钱了吗 苏云摇头 求水静将那几枚染血的五珠钱还给他 道 他教人不收钱 我教几个狐妖 倘若要收钱 那就是不如他了 这枚五珠钱 是你的学费 他们不用 苏云收下那几枚五珠钱 求水静看着他和花狐 一起安葬野狐先生 安葬胡秋村的狐妖们 这里面有不少是他们的同学 花狐和那几只小狐狸 免不了又大哭一番 他们回到详绪里 求水静瞥了苏云和四只狐狸一眼 道 野狐先生教你们的 是夫子氧气片吧 你们学了几年了 苏云点头 我学了六年 花狐道 我学了七年 其他三只小狐狸 也各自学了两三年 求水静淡淡道 父子氧气片 虽然是正统的氧气功法 但世间 岂有五千年不变的教材 而今时代 十年不变便算是落伍了 我来到乡下 发现城乡之间 近似隔着千年的差距一般 他摇了摇头 道 我要教你们的 是京城观学中 最新的最基础的筑基功法 红炉善变氧气片 且伏天地为卢西 造化为功 阴阳为叹息 万物为同 这句话是红炉善变氧气片的总纲 父子氧气片 原本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 温氧元气 虽然简单容易上手 但想要修炼精神很难 而红炉善变氧气片 却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天地 内蕴红炉 激发造化潜能 以体内的阴阳之气为碳 五脏六腑筋骨血液为同 炼就强大的元气 这种氧气功法尽管复杂 但是却极为有效 修炼速度 要胜过夫子氧气片 不知反己 求水竟有浅入身 先从夺日月精华 以自身为天地 天地为红炉讲起 再讲如何造化为功 再讲如何以阴阳为碳 万物为同 苏云等人本来根基变浅 再加上红炉善变氧气片 着实深奥 即便是求水竟这样的大家 也花费了五六日时间 才让他们堪堪入门 学会氧气片的上篇 这其中 花壶学得最快 它有夫子氧气片的根基 因此上手容易 其他三只小狐狸刺之 只有苏云学得最慢 它目不能是 求水竟 只得一遍又一遍地手把手教导它 极为吃力 好在苏云虽然学习速度慢 但脑瓜灵活 举一反三 对红炉善变的理解 反而最深 这几日 苏云邀请花壶 和其他三只小狐狸 来天门镇居住 然而花壶他们 却对天门镇畏惧万分 宁愿住在祥序里 苏云又邀请求水竟 住在天门镇 求水竟也婉言拒绝 少年只得作罢 这日清晨 求水竟带着一人 似乎迎着朝日呼吸吐纳 忽然求水竟 只觉身边似乎 多出了一轮小太阳 不由张开眼睛看去 却是花壶的方位 花壶虽然是妖 但资质物性都很不错 已经修成了第一重 求水竟暗暗点头 采朝日精气 以自身为炉 淬炉肉身 栽培元气 这正是修成红炉 善变第一众的征兆 花壶能够在五六天的时间 便修炼到这一步 放在世子之中 都算是了不起了 求水竟查看其他三壶 三只小狐狸 虽然根基前 但静静也是不慢 要不了多久 便会修成第一众 苏云对红炉上面的理解 虽然很深 但是他毕竟是瞎子 可以学会理论 但身体想要掌握 需得付出 比其他人多出数倍的努力 才行 而且 苏云修行的静静之慢 有些出乎他的预料 按照他的预测 苏云因为眼疾 学的速度最慢 但修炼速度应该最快 没想到 苏云反倒是最慢的一个 求水竟暗叹一声 我对他的期望 还是太高了 连狐妖 都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修成第一众 他却无法办到 眼疾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他却不知 苏云体内元气勃勃运行 但每次来到双眼时 便呼声一撞 苏云的元气流入眼眸之中 原本一片漆黑的眼睛 竟然突然看到了东西 在他眼前 天门凭空出现 除了天门之外 还有八面高大位额的朝天雀 天门和朝天雀的后方 便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汪洋大海 天门镇的朝天雀 早已不知所踪 这八面朝天雀 自然不是天门镇的朝天雀 而是苏云眼中的烙印 只是古怪的是 八面朝天雀 竟然在吸收苏云的元气 八面朝天雀 像是八个无底洞 朝天雀不断吞噬苏云的元气 导致他始终无法修成 红炉善变的第一众 求水镜没有料到 苏云的眼睛会出现这种变化 以为他只是悟性好 资质一般 而苏云以为这种情况 是在治疗自己的眼疾 所以便没有把自己修炼时 出现的异状告诉求水镜 以至于求水镜有这种误会 等到早课结束 求水镜便动了离开的心思 他毕竟是思学先生 在寿方城 还有许多门阀世家的世子 需要他去授课 无法在天使元耽搁太久 他把红炉善变氧气片的下篇 胡伦传授给众人 便动身离去 云 当今天下 寒门难出贵子 为何 苏云送行 求水镜十一一下 还是尊尊教会 道 寒门之子 虽然有国家的官学 与士族之子同学 看似公平 然而士族之子有钱有权 士族之子在官学之外 还有思学 你在官学中学到了一 士族之子便可以在 思学中学到二三四五 因此 寒门之子与士族之子 在学识上的差距不断拉大 苏云亦步亦趋地跟着他 道 我听说寒是苦读 可以出人头地 大错 有思学在 寒是绝不可能比士族之子 更加刻苦 官学中教的东西 都是大而化之的东西 但思学 他们可以请来我这样的老师 求水尽道 士族之子 比寒门之子更加用功 官学放学 乡野的孩子跑去玩耍 而士族之子 在思学里求学 官学放假 寒门之子放假在家 士族之子 则还在思学里求学 原地推行官学 希望教育之下人人平等 没有寒门和士族之分 但从原地到现在过去了百年 教育其实已经被垄断在士族手中 寒门的孩子没有钱去上思学 官学里又学不到最新的知识 阶层固化 日趋严重 寒门之子的升迁之路 鱼化龙的路 已经越来越窄 他停下脚步 转过身来 推心置腹道 而乡村更为严重 云 你出身贫寒 资质不坏 悟性也是上家 你留在乡村 便是被埋没了 你必须要进城求学 但即便你进城求学 紧紧进入官学 你也无法出人头地 你还需要一边读官学 一边读私学 不过 就算你与世子学的一样 你们的学问一样 你也未必能理于月龙门 因为世族之子 还有显赫的家世 广阔的人脉 而这一切 需要你用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去追赶 这公平吗 不公平 但是公正 因为这是他们祖辈 拼搏留下的遗产 他们继承祖辈的遗产 理所当然 一个寒门世子 没有根基 没有家世背景 也没有人脉 想要出人头地 那么你便只剩下一个 他人不具备的优点 求水竟拍了拍 自己这位学生的肩头 与众心尝道 那就是野性 香野的野性 城里的世子 所不具备的野性 他大袖飘飘 向前走去 声音远远传来 城里 就是一个天地红炉 到处都是斗争与机遇 你只有保存野性 以野性为阴阳 以奋斗为炭火 点红炉 夺造化 才能跳出固化的阶层 越界 飞升 第八章 天桥出云海 求水竟虽然走远 但他的声音 依旧清晰地传入 苏云的耳中 阵龙发聩 你想治愈双眼 红炉善变氧气片的上篇 修炼到第七重时 便可以化解 你眼中烙印 但你想飞黄腾达 想出人头地 只有离开乡村 前往城里 此去五十三里 便是天使园一战 你只好双眼之后 可以从那里进城 记住 只好双眼 才可以去一战 进城之后 记得找我 过了两久 苏云这才折返回去 他能感受到 求水尽承治勉丽的心意 心里很受感动 他更加刻苦地修行 然而红炉善变氧气片 他尽管学会 却静静缓慢 他双眼中的八面朝天雀 还在不断吸收他的元气 他的元气修为 在这段时间 非但没有进步 反而还退步了不少 更为可怕的变化是 他的饭量激增 吃完饭要不了多久 便感觉到饿 好在花壶和其他三只小狐狸 经常弄来一些 鸡鸭鱼肉和水果 让他可以果腹 花壶和其他三只小狐狸 也饿得飞快 修为静静十分迅速 花壶已经修炼到了 红炉善变氧气片的第二种 向苏云讨教红炉善变氧气片的下篇 苏云虽然还没有修成 红炉善变氧气片的第一种 但他的悟性着实高 红炉善变的下篇 求水尽尽管只讲了个大概 但他已经参无透彻 上篇是学 下篇是用 下篇的开篇便是恶龙银 鼓荡胸腔元气 发出恶龙雷音 恶龙银震荡气血 筋膜 强壮身躯 壮大力量 花壶修炼没有多久 体内便传来一阵 接着一阵的恶龙雷音 很是惊人 花二哥的资质真好 苏云露出笑容 心里由衷为花壶开心 他不能修炼下篇的恶龙银 修炼恶龙银需要先观察真正的恶龙 观摩恶龙如何吐纳 如何发出龙银 从而做到观想恶龙的地步 苏云虽然把恶龙音的诀窍参悟透彻 但是因为目不能视 无法观摩恶龙而做到观想 所以无法修炼 这一日 苏云在朝阳升起之时 吞吐日月精华 忽然感觉到 那八面朝天雀 不再吸收他的元气 心中不由一喜 朝天雀不再吸收他的元气 他体内的元气 顿时变得磅礴火热 如同一个小火炉 在丹田里熊熊燃烧 他感觉到 体内的阴阳之气 仿佛化作了炭火 五脏 六脯 筋骨 仿佛化作了铜柱和铜炉 血液似乎变成了 被烧化的铜水 这便是造化为功 造化之力 转变肉身机能 壮大元气 红炉善变的第一种 终于炼成 他的元气熊熊 在体内奔腾 苏云心中欢喜 倘若水晶先生在这里就好了 可惜我迟到了十几天 他刚刚想到这里 眼前忽然发生一变 只见那八面朝天雀的表面 各种神兽异兽的纹理 仿佛都像活过来一般 从朝天雀中飞出 一时间 苏云的脑海中 充斥着各种神兽异兽的 嘶吼和鸣叫 长银 震耳欲聋 神兽异兽飞舞 一发冲向天门 这些异兽攀附在天门上 竟然化作了天门的一部分 忽然一股剧烈的波动传来 嗡 天门中光芒从门框的四处流出 填满了各个门户 最终在中央的门户 化作一面光幕般的镜面 而那镜面之后 便是那个让袁硕国大帝 和无数强者 也为之迷醉的长生者的世界 所谓的仙剑 只是苏云并不知道这些 那镜面轻轻一震 苏云忽然感觉自己身不由己飞起 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拉了过去 刷的一下从镜中穿过 来到镜面中的世界 在花狐等狐妖看来 苏云依旧好端端地坐在那里 并未动弹过 但在苏云看来 他却离开了天门镇 忽然间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他不再是瞎子 相反 他能看到比普通人 多出数十倍的色彩 这是一个壮阔壮观的世界 他站在一片云雾之中 远处坐坐仙山漂浮在空中 那些仙山被削切成台 台上有各色绚丽光芒 云海被那些光芒照射 也变得仿佛拥有了颜色 天空中 大日如破 并不刺眼 而在苏云身后 则是巨大的五重天门 各种神兽异兽攀附其上 缓缓游走 这个世界 瑰丽壮阔 给人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 苏云听到终声传来 仰头看去 只见一口小小的黄中 悬在自己头顶 黄中最下层 呼 有着360周天刻度 在不断旋转 而上层的秒 也有着360周天刻度 呼刻度旋转一周 秒刻度近一刻度 这不是我幻想出来 用来计时的黄中吗 他怎么出现了 还有我的眼睛 这是怎么回事 苏云很快醒悟 镇定下来 贪婪地看着四周的景色 能够看到这些色彩 真好 就在此时 他脚下传来轻微的震动 云气翻涌 苏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在随着云气冉冉升起 立刻稳稳站住脚步 他心中很是紧张 但是知道自己的紧张 没有丝毫用处 反而会给自己添乱 他不知道云中涌出的是什么 但他知道自己的脚下是安全的 这时候 一定不能擅自移动脚步 他的脚下还在震动 云雾还在向上翻滚 苏云回头看了看那座天门 我是被一股力量牵眼 穿过天门来到这里 那么天门也一定可以带我回去 他目光闪烁 心中暗暗盘算 天门和我相聚三丈六 跳肯定是跳不过去 须得在助跑的情况下 用红炉扇变氧气片的 下篇恶龙营中的恶龙出渊的身法 在月初到一半的时候 恶龙出渊 转变为恶龙翻滚 投在前 身在后 旋转翻滚 延长跳跃距离 以手维族落地 跳入天门 离开此地 现在我站在云海中 不知道前方有什么 而今只能 已不变硬万变 过了片刻 载着它从云中上升的东西 终于入出本体 那是一条长长的石桥 渐渐耸出云端 石桥上的雾气滚滚 如流水从桥的两边滑落 坠入下方的云海 苏云额头冒出一滴冷汗 他这时才注意到 自己正站在断桥的边缘 这条石桥 应该是连接着天门 但不知何故 连接天门的地方 竟然断掉了 他只要后退一步 便会从石桥上坠落下去 幸好我没有走出这一步 他输了口气 仔细观察四周 石桥上有着许多小小的石柱 上面雕桌出片片鳞片 细看下去 石柱像是某种生物的立爪 桥面上的云雾散去 露出龟背一般的纹理 印在桥面上 而在龟背的两旁 还有翅膀的纹理 这条桥许多地方破损 仿佛饱受战火洗礼 有些地方甚至还有巨大的抓痕 像是被云雾中的什么怪物 用立爪撕过一般 苏云谨慎地审视四周 石桥很长 延伸到云雾缭绕之处 不知尽头 心道 桥上的距离足够我助跑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没有修炼过恶龙营 恶龙营需要观想恶龙 以此为基础 发出雷音 球水镜也画了一幅恶龙图 还带着他们去寻找恶龙 倾听恶龙发出的雷音 方便他们观摩观想 苏云虽然无法看到恶龙 但听到的恶龙雷音 却给他极深的印象 但正是因为他看不见 所以他没能看到 他无法观想恶龙 也就无法修炼恶龙营 这是他最大的难题 也是球水镜虽然欣赏他 却对教他修行 有些迟疑的原因 远处 云雾之中 还有石桥不断从雾气中涌现 蜿蜒曲折 像是龙蛇从云雾中舒展身躯 苏云心中微动 尝试着以此为依据 来推演恶龙营 但没过多久 他便放弃了 石桥毕竟是石桥 并非是恶龙 石桥距离天门 明明只有三四丈的距离 他却无法越过 这石桥是通往何处的 苏云仰头张望 还不断有石桥 从云雾中涌现 而在更远处 则是一座座 浮空的仙山高台 石桥多半是 连接那些高台 前往那些高台 或许可以寻找到出路 他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看到一团云雾散去 桥上出现了一个身影 面向着他 一只手扶着桥上的小石柱 另一只手 向苏云这个方向探出 他的五指插开 脚步夸得很大 嘴巴张开 似乎是在努力狂奔 又像是在呼唤什么 第九章 老走到仙徒 前辈 苏云心中一喜 快步向桥上那人走去 那桥上的身影 四周云雾缭绕 却像是被定在原地 始终保持着 奔走几乎的姿态 没有动弹过 苏云心中疑惑 不知不觉 他距离那个身影 渐渐近了 云雾也在不断散去 更多的石桥浮现出来 与他猜测的一样 这石桥 果然是连接 其中一座仙山云台的 而那桥上的身影 应该是从那座 仙山云台上冲下来 苏云的脚步越来越慢 谨慎地盯着石桥上的 那个身影 他呼唤了几声 桥上的那个身影 却始终没有回应 也没有动弹过分毫 那身影四周的云雾 也渐渐明了 那不是云雾 而是一幅展开的画卷 正环绕着它 那画卷像是由公墓组成 只有飘荡在那人身后的 两个画轴 可以表明这是一幅画 而环绕那人四周的云雾 则是四周的云海 在画上的投影 更加古怪的是 被画环绕的那人 给苏云一种熟悉的感觉 像是在哪里见过 而且越是接近 这种熟悉感越强 那是个老人 勾搂着身子 但是却给人一种 极为高大威猛的感觉 他好像是 住在天门镇第一户的曲博 苏云越走越近 对于天门镇第一户 他自然很是熟悉 六年前他没有眼盲的时候 经常跑出来玩耍 冲出天门时 总会遇到住在第一户的曲博 那是一个很和蔼的老人 总是拿着凿子和锤子 站在天门旁的架子上 叮叮当当的凿石头 每次看到苏云 还总会和苏云开玩笑 变故爆发后 苏云双眼看不到东西 但每次经过天门镇的第一户时 也总会与曲博打招呼 曲博在天门镇 自然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不过 桥上的那人的模样 的确与曲博很像 苏云硬着头皮 向前一步一步地走去 心中默默道 他不可能是曲博 因为曲博一直都待在天门镇 早上的时候 曲博还和我打了招呼的 他不要打个冷战 桥上的人 一定不是曲博 石桥上的那人越来越近 苏云眼角乱跳 他看清那人的面容 桥上的这个驼背老人 的确是他印象中的曲博 苏云眼盲之后 便努力回忆自己熟悉的人的每一个细节 生怕自己忘记 而桥上的驼背老人 符合他印象中的曲博的每一个细节 苏云停下脚步 桥上的人是曲博 那么天门镇的曲博是谁 那个每天早上都和他打招呼 对他和蔼可亲的曲博 到底是谁 他细细看去 前方 曲博的眉心处 有一个菱形伤口 可以从这个伤口 看到他的脑后的景象 这应该是剑伤 一口剑子穿了他的头颅 苏云闭上眼睛 看到曲博眉心处的伤口 他的双眼也突然开始疼了起来 像是有剑芒从眼中爆发 他的脑海中 不由自主 又想起那个 让他屡次做噩梦的声音 零零飞行的声音 那是仙剑破空发出的剑笑 无数铃声连成一线 六年前 他便是抬头看到了 发出剑笑的仙剑 导致双目失明 刺穿曲博头颅的 就是那口大剑 不过 曲博的伤口为何这么小 苏云强忍着眼中的疼痛 张开眼睛 喃喃自语 曲博 你为何会死在这里 你死了多久了 是六年前吗 那么 陪伴我六年的那个曲博 到底是谁 他是你的姓灵吗 曲博临死前还在奔跑 做出疾呼状 他喊的是什么无从知晓 不过他伸出的右手五指插开 却是在拖起那幅画 像是打算用这幅画 来抵挡什么东西 那幅画像是由光幕组成 映照四周的景色 而画中却没有任何内容 它更像是一面极为鲜薄 可以弯曲的透明镜子 苏云探出手掌 轻轻抚摸那幅画 忽然画面像是平静的湖面起了波澜 苏云急忙收回手掌 他的前方 画发生了变化 画上的云气渐渐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大则 连绵数百里的大则 画中突然电闪雷鸣 雷电交加 大雨倾盆 苏云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这幅画的内容 竟然在不断发生变化 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忽然 大则之中地动山摇 一条疙瘩灵讯的神恶 在无数雷电中搅腾 摇头摆尾 吞吐雷闪电 天空一片漆黑 只有雷电爆发时 迸发出的亮光 短暂的点亮大则 而那神恶脚踏大则 伟荡滔天泥浪 张开大口 似乎要吞噬天上星辰星宿 他的腹腔一鼓一伏 隐约间 苏云耳畔 顿时传来天崩地裂般的雷音 那雷音是恶龙 蜕变化作蛟龙的雷杰雷音 也是恶龙呼吸吐纳式的雷音 也是恶化蛟的蜕变雷音 也是化蛟龙之时 翻江倒海的水龙影 难道说 这话可以映照我心中所想 苏云被深深震撼 事才他在想的就是 如何才能修成恶龙音离开此地 他心心念念着恶龙音的功法 思索如何在脑海中 构建恶龙的画面 完成观想 然后触摸这幅画 画中便出现了神恶杜绩的画面 事出有因 这幅神秘的画 做出这种变化 肯定有其原因 造成其画面变化的原因 极有可能是来自苏云的接触 如果是我心中所想 造成这幅画的变化的话 那么为何他所展示的恶龙音 要比水晶先生教的 还要深奥许多 苏云纳闷 红炉善变氧气片的下篇恶龙音 需要观想恶龙 以此为基础 发出雷音 求水晶带着他们去寻找恶龙 苏云听过恶龙发出的雷音 但根本没有眼前这幅画中的恶龙 画作蛟龙时发出的雷音震撼 水晶先生讲解恶龙音的诀窍 主要在恶龙雷音上 但是画中的神恶化蛟龙 展露出的诀窍 好像 好像 苏云迟疑一下 好像比水晶先生讲的还要多 他从这幅画中 看到了恶龙音的诀窍 在于四大雷音 雷杰雷 土纳雷 蜕变雷和水龙音 苏云从画中参悟出的恶龙音诀窍 要比求水晶讲的多出了三种 水晶先生自然不会出错 他也没有必要隐瞒 他之所以没有讲到 难道是因为他也没有参悟出来 苏云有些难以置信 水晶先生绝对是大人物 他在天门镇遇到镇上其他人 提到水晶先生时 镇上的人都说 水晶先生很厉害 水晶先生的气度非凡 他教苏云红炉善变氧气片 根本不求回报 不可能藏私 他之所没有教苏云其他三种诀窍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恶龙音中 只有土纳雷音 不包含雷杰雷音 蜕变雷音和水龙音 也即是说 画中展示的恶龙音 要比求水晶所知的恶龙音 完善了许多 或者可以说 这幅画能够补全恶龙音的不足 苏云想到了关键 这幅画能够补全恶龙音 那么他 能够补全其他功法吗 倘若连其他功法 也可以补全的话 他心头砰砰乱跳 他明白了 曲伯深入此地道徒的原因 此刻 画中的神恶 正在雷杰中 蜕变化作蛟龙 神恶藤魔变化 将恶龙音的一招一拾 清晰无比地展露出来 恶龙出渊 恶龙翻滚 神恶摆尾 龙战于也 恶龙在即 龙游去找 这六招 苏云都从求水进那里 学过 但因为没有亲眼所见 学得似是而非 而途中 虽然仅仅六招 但是在画中神恶的演练下 却仿佛有万千招一般 没有重复 苏云看得星池神谣 他头顶悬浮着的黄中 又开始转动 他是在将画中 神恶的每一个动作 按照完成动作所需的时间 来分解成一个个步骤 从而加深记忆 修炼恶龙音 需要以红禄善变为基础 将四大雷音 在红禄中融为一体 想要做到这一步 需要身体 意识和元气 有着极佳的协调能力 苏云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那奇异的 剑效再度传来 苏云前方画中 正在渡劫的神恶 突然被一道剑光斩过 身手分离 死于非命 苏云心中一惊 那一剑突如其来 摧枯拉朽般 破去恶龙音的六大招 将神恶斩杀 画中的雷云消散 大则也自消失无踪 这幅画是空的 只能映照四周和折射内心 我是才没有想那口仙剑 仙剑却出现在画中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苏云额头冒出冷汗 立刻向云雾中看去 那口仙剑 此刻就在附近 第十章 也姓张扬 云海苍茫 渺渺无尽 白云苍狗 变化莫测 云海之中 一座座仙山高台飘浮在其中 空山寂寂 高台无声 不知仙人所踪 苏云目光四下搜寻 很是仔细 她的手却伸了出来 尝试着把这幅画摘下来 不料画轴好画卷 仿佛烙印在空中 纹丝不动 她一动脚步 试图绕过去 不过这幅画 却恰恰挡住了她的路 让她无法绕到 驱薄的身边 这幅画 像是一堵强横在那里 苏云皱眉 就在这时 她目光的余光 看到了云层中 有什么东西飞过 隐约间仿佛是一线流光 她的双眼 又开始隐隐作腾 没错 是那口剑 苏云心神有些慌乱 是那口让她失明的剑 她没有看清光芒的形态 但是双眼传来的刺痛 让她绝不会认错 当年飞出天门 飞向天门镇的那口剑 又出现了 苏云的额头冒出冷汗 不再迟疑 立刻转身向天门奔去 与此同时 那种奇异的剑笑 又在她耳畔响起 且伏天地为卢西 造化为公 阴阳为叹兮 万物为同 和散消息兮 安有长则 苏云心中没诵 红炉善变氧气片 脚步迈出 她的步履越来越沉 跨幅越来越大 狂奔的途中 她催动红炉善变功法 心脏如同强大的红炉 阴阳之气化作炭火 将红炉点燃 她血液如同被烧熔的铜汁 在体内花花奔流 发出水流激荡的澎湃声 红炉善变 造化为公 让她的力量 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力量爆发的同时 她的胸腔中澎湃的元气 开始激昂 在胸腔中 如浪涛千回百转的扑击 终于化作 第一声嘹亮又沉闷的雷音 恶龙仪 她的气力像是一条恶龙 从尾骨升起 爬到脊梁上 贯穿33块脊梁骨 奔跑时脊梁摆动 如同恶龙在即 游行于取爪之间 她的双脚 仿佛长出了恶龙的力爪 脚步落下时 力爪扣住桥面 纵身便是仗于距离 剑销越来越近 而苏云距离断桥和天门 也越来越近 刷 明亮无比的光芒传来 仙剑飞出云层 剑光照耀世界 那剑光虽然明亮 但是苏云的视野中 却是一片漆黑 这等剑光的照耀下 她看不到任何东西 与六年前一样 她就是一个瞎子 苏云面色如常 依旧在发足狂奔 在她头顶 黄中不疾不虚地旋转 没有任何混乱 黄中旋转的同时 她的大脑 也在计算自己的速度和方位 以此来确定自己走到了哪里 距离石桥断处还有多远 每一秒 甚至每一呼的时间里 她的计算都准确无比 六年了 六年的时间里 我已经习惯了黑暗 苏云最后一步跨出 恰恰是她在断桥的边缘 纵身一跃 如同恶龙从深潭大渊中扑出 冲向猎物 她的气势凶狠无比 充斥着蛮荒 张扬 原始的野性 球水竟看人极准 她没有说错 苏云的身上 的确藏着一股子可怕的野性 难以驯化的野性 这野性平日里 隐藏在少年柔弱的外表下 但生死攸关的关头 便彻底爆发出来 芒姑 苏云人在半空 胸腔剧烈起伏 口中吐纳雷音 身躯却仿佛恶龙出水 蜕变 化作蛟龙 腾龙在天 沐浴雷洁 她的身法变化 双手向扣向前探出 重重一扣 仿佛恶龙张开大口吞噬猎物 同时身形呼啸翻滚 在自己的力量几乎耗尽之时 再进一步 冲入天门 恶龙出渊 恶龙翻滚 这两招一气呵成 而在她身后 仙剑沿着桥面呼啸而来 在她的身影引没到天门中时 刷的一声向门中的苏云刺去 同一时间 天门消失 仙剑刺空 苏云穿过天门 强烈的坠落和失重感传来 忽然眼前一黑 性灵回归身体 她依旧坐在原地 修炼红炉善变 从未离开过 那暖暖的朝阳 已经升到三杆高处 苏云感受到阳光的温暖 和海风细腻的抚摸 狂跳的心脏 渐渐平静下来 那个世界 真的像一场梦境啊 少年站起身来 她的双眼 依旧不能看到任何东西 但是她的脸上 却露出了笑容 像是一场 藏在我双眸中的梦境 但却是真的 她催动红炉善变 点燃体内天地的红炉 血液运行 如同只铁水般沉重 搬运气血运行到全身各处 芒果 她体内传来四种雷音 混在一起的龙吟声 苏云脚步移动 气血翻腾 如同一头人形恶龙 扑击而出 这一刻 花狐和其他三只小狐狸 不由毛发竖起 苏云给他们的感觉 仿佛恶龙从大渊中冲出 蜕变 化作凶恶的蛟龙 呼 苏云的右腿向后扫过 扫得空气发出 嗡嗡的震战声 四只狐狸恍惚间仿佛看到 一身横练肌肉的蛟龙 重重地摆动尾巴 苏云右腿上 元气充斥在血液之中 气血膨胀 腿脚上竟然隐约可见 凌寻猙獰的鳞片 那是气和血所化 充斥在右腿之中 让她这一扫的力量提升到极致 紧接着 龙游驱爪 龙战雨野 恶龙翻滚等招式 在她身上一一展现 花狐等四只狐狸 只觉一条争獰凶恶的蛟龙 舒展身躯 迈开矫健的步伐 围绕着她们游走 她们身前身后 左左右右 都是那蛟龙的身躯 她们似乎是被恶骄包围 忽然 异象消失 苏云回到原地 双足分开与肩齐宽 身躯挺得笔直 双手抱团放在胸前 徐徐压下 她的手掌在向下压 然而体内的元气 却在沉入丹田之后 沿着脊梁鼓往上走 啪 啪 啪 她的元气冲开脊梁鼓之间的筋膜 宛如一条恶龙 沿着脊梁向上爬行 一直爬到她的脖梗 爬到她的后脑勺 带到这股元气冲到预诊鼓 她的气血运行到背部 恰恰在皮肤表面 形成蛟龙的纹理 宛如背后刺了龙纹身一般 四只小狐狸张大嘴巴 她们没有看到苏云身上的龙纹身 但却看到 龙爪从苏云的衣袖间延伸出来 与她的手掌相合 气血献献 练到险形的程度 球水镜虽然没有把红炉善变氧气片的 下篇恶龙银的所有诀窍讲给她们 但也粗略地讲了一些知识 恶龙银共有三种成就 第一种成就是修成恶龙雷音 元气和血液流动 鼓荡胸腔发出雷音 第二种成便是险形 元气和血液流过之处 形成龙纹身 气血散去之后 龙纹身便会消失 第三种成就显化 那是气血强大到一定程度 仅凭气血便可以在身后 或者是身遭形成恶龙绕体的异象 花狐心中纳闷 苏云明明连红炉善变氧气片的 第一重都没有练成 怎么一下子便练成了下篇恶龙银 而且还将恶龙银的第二种成就 也练成啊 修成第一种成就并不容易 需要很高的资质和悟性 花狐只是刚刚进入这种成就 还未修炼到巅峰 想要修炼到巅峰 他估计自己需要各把月的努力才能办到 而修成第二种成就 那就更难了 气血显行 最为重要的便是气血 需要气风血上 这就需要不断修炼红炉善变上篇 壮大气血 一般来说 需要将红炉善变修炼到第三种 才可以做到这一步 苏云原本连红炉善变的第一重都没有修成 为何现在可以依据达成恶龙银的第二种成就 花狐大祸不解 苏云体内的气血缓缓平静下来 身后的龙纹身渐渐淡去 消失 少年摒弃宁神 心中默默道 那幅图中展露出的恶龙银的确更为强大 我在另一个世界的经历是真的 我想再度进入那里的话 须得再度催动八面朝天雀的烙印 不过 那里极为凶险 它面色凝重 通过天门进入那个奇妙的世界 稍有不慎便可能会葬身在那口仙剑之下 极为凶险 但是 值得冒险 苏云心中默默道 啊 我 手识